受到少子化冲击 国中小新生人数逐年下降 对地方政府是否有权来整病学校 国校署则表示在2006年2月 对小型学校整病策略 提出小型学校发展评估指标 提供给县市政府参考 但也提出如果学校符合 不宜整病因素条件之一的话 就代表学校不宜进行整病 当时指标其实包含一般性指标跟特殊指标 那一般性指标他提到了 比如说这个学校可能学生数的考量问题 然后距离其他临近公立学校的距离等等 那这些分数如果来综合考量的话 分数越低也就代表可以朝向 要不要整合这样的方式来做思考 另外国教署也提到教育部层在2008年11月 曾颁布国中小学整病之处理原则 整病的考量点要确保偏远地区的学生的 就学权益 今天是不是要整病应该以学生 是不是能够获得比较好的学习效果 当成是一个整病的一个考量点 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要整病的话 那么应该要确保就是有关 这些偏远地区学生的就学权益 从101年到102年总共裁并测了20所学校 其中有7所是部落学校 102学年度被财并测的学校有6间 桃园的高坡国小 南投县立中心国小 自强国小 神木国小 台东县立中勇国小 花莲县立富南国小 103学年度有一间 花莲县立大富国小 面对许多学校遭到财测 许多学校只能转型发展出自有的学校特色 因为国教署则表示 从民国94年开始 已协助发展学校特色 避免学校人数过少而被彩测掉 政府单位在考量整并校时 对于学校区域位置及交通信等因素 都要纳入境去考量 不过家长所希望的是 政府在整并校的前置作业要公开 透明并取得学校师生 家长及社区的共识才来进行 这也是被并校火化剂前置校舍 国民中小学整并处理原则内 有规定的事项 地方政府在财病学校 应该要遵循这样的规则才是 记者比例导秀 台北市采访某导